你想知道一款游戏丘剑的降能性描绘的多么黑暗吗 这款游戏可能会让你感到生活满满的恶意 如果你感到害怕的话 请把害怕打在公屏上 那是一个阴雨粘绵的夜里 一辆车在路边停了下来 从上面下来的正式游戏的女主 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最后回一次家 然后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回到家的第一眼 便是见到母亲悠懒地躺在沙发 见到我的到来 母亲冷淡地回到了 便自顾自地抽烟 电视机散发出昏黄的灯光 照在母亲的身上显得格外颓废 她正在一个劲地发牢骚 可是我并不希望成为发牢骚的对象 我选择去洗澡 拒绝了跟母亲的沟通 正当我更加靠近母亲时 我注意到了她脸上的余青 这个情况 估计又是那可恶的继父了 母亲改嫁给了一个美国士兵 她是一个暴脾气的人 由于工厂倒闭 整整酗酒 甚至还经常殴打我跟母亲 这一次我回到这个家的原因 也是要来劝母亲 跟我一起离开这个家 肚子很饿 身上很脏 我决定先去洗个澡再说这事 就在这个时候 罗雷勒突然被婴儿地哭声吸引 这是我的妹妹 可怜的家伙 正摔倒在了地上 无助地哭泣着 我轻轻地抱住她 将她放回了婴儿床 她不再哭泣 必须让她拖泥苦海 带着妹妹跟妈妈 离开这个人 离开这个家 时间慢慢过去 可能是母亲听见了哭声 走了过来 我因为此事跟母亲争吵 这不是一个母亲应该有的样子 我打算带着妹妹独自离开 但是遭到了母亲的拒绝 看看这个地方吧 一团糟 你也是一样 可是那个整日酗酒的男人 已经成为了母亲精神的依靠 无法继续交流下去 母女俩甩头就走 说来肚子也饿了 来到厨房 冰箱里只有一袋微波炉食品 真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将食物放进微波炉 正在我等待食物加热的时候 有那么一小刻 我感觉自己 离开了这个地方 可是随着微波炉的声音 又回到了现实之中 在桌上吃的食物 回想到了之前跟父亲的美好回忆 再想想现在 真是天差地别 吃完饭来到浴缸洗澡 在洗澡的短暂时间内 我做了个梦 梦妮坐着火车 带着妹妹离开了这里 在那一刻 我感到非常的放松 突然之间 一个男人的声音 把我从幻想中拉了回来 我正在洗澡的时候 这可怕的肌腹 他竟然直接闯了进来 写下了褲子 开吃小命 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啊 喂 回到房间 回想起这一切 简直就是变态 在这个家 唯一能让Norilla放松的事情 那就是音乐了 为了不吵醒妹妹 所以只好用耳机 但是耳机刚好没电了 来到厨房的抽屉寻找电池 而就在这时 我紧闯了 并且开始对 Lorella进行骚扰 我真的想不到 他这个当父亲的人 居然能够说出这种话 简直情手不如啊 喂 在受到一番侮辱之后 赶紧离开现场 回到房间 将房门紧锁 带上了耳机 Lorella沉浸在了疯狂的世界当中 沉浸了没一回 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 声音是从厨房传出来的 继父正因为一些小事 脱口大骂母亲 并且殴打母亲 我想进去插句话 可是根本没有机会 就在我往回走时 房间已经不知道 变成了什么鬼样子 四处充满着血迹 继续往前 家里的环境 竟然变成了一个工厂 这里的惨叫声音 太离谱了吧 在角落里坐的是妈妈 她正颓废地躺在某个角落 看见我的到来 让我去里面照顾一下妹妹 在工厂的对面 有一张婴儿床 里面的是正在哭泣的妹妹 情况非常的紧急 这时候就需要操纵机关 来拯救妹妹了 可是这玩意一碰之后 妹妹所处定上的砖块 马上就回缩了 这时妈妈进来了 开始则被我拉错了 以他压竟然一开始知道是要拉哪根 为什么不自己拉呢 还等着大女儿来擦屁股吗 结果就因为这样 妹妹最终跌入万丈深渊 之后我继续往回走 剧情再次发生改变 随着场景的转变 我换了一身衣服 地点也来到了公寓楼前 在这我遇到了一名叫做扎克的程序员 他给了我一把闪 并向我示好 但是最终因为害羞的关系 始终没有说出那句 继续往左走 场景再一次切换到了某个工厂 哇靠 在这乐气腾腾的地方 竟然穿成这样还能往里走的吗 这就非常的离谱了 不被乐死猜怪呢 深入内部 在里面的是 双手死死握紧妹妹的父亲 他开始责怪这个孩子的出生 竟然将妹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回想起梦中的一切 他想跟妈妈好好谈谈 此刻的妈妈 整一个人在浴室里静静地待着 问她怎么了 她也不说话 最终在我一番追问之下 她开始透露了心声 和她的心声 重重地伤害到了 作为女儿的我 之后母亲摔下独处五分钟 将罗雷拉赶了出去 回到房间 再次将自己封闭起来 我做了一个很遥远的梦 在梦里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是好景不长 一声巨大的庄门声惊醒了这场美梦 是那个禽兽父亲 她就试图再次夹抱妈妈 我将她赶走 她又一次出去喝酒了 敲打浴室的门 妈妈没有反应 门被从里面反锁上了 按照正常情况的话 妈妈不会这样的 一声不吭 说明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决定寻找开门的方法 在ZAK的帮助之下 我们决定撬门而入 在柜子上找到了一个盒子 可是盒子被锁上了 来到袭机 找到妈妈的衣服 里面有一把钥匙 这刚好就是用来打开小盒子的 得到了里面的工具 那么就可以开始撬门了 然而就在你费尽千辛万苦 找到工具开始撬锁之后 你会发现 这玩意他会直接卡断在他锁眼里 ZAK想到了最后一招 对 踹门就完事了 我去原来这么简单 还害得我去找了一大堆道具干嘛呢 请去确认妈妈的情况 看到妈妈凄惨的死状 罗雷拉的心彻底崩溃了 就在这时 恶魔一般的父亲再次出现 从他的嘴里传来的只有冷漠跟嘲笑 ZAK想要阻止他的恶语攻击 却被一瓶子砸烂了头 这一切的罗雷拉 决定亲手解决这个恶魔 是 喜欢我视频的观众可以点开我主页关注 将我设置成特别关注 这样的话在我更新视频时 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不再错过精彩视频